众生皆可成佛 放下便是 妙音 缘起 弟子的大哥宋喜栋 因喉癌晚期 于2014年9月20日农历8月27舍报 享年60岁 10月11日农历9月18 忠音生往生 弟子先将大哥从生病到往生的过程记录下来 进程给师父老人家及各位老师批评指证 一 生平 接触圣贤 回心向善 弟子兄弟姊妹六人 姐姐老大 弟子最小 四个兄弟中大哥是长子 二哥三岁时夭折 因为从小在农村长大 大哥年轻时造了很重的沙业 掏鸟窝 往泥丘 抓青蛙 摸河鱼 还打过黄鼠狼和蛇 对小动物 他直接用刀剁去头和脚 剥皮掏肠 烧烤烹煮了吃 鸡 鸭 鹅 猪等大动物就从咽喉下刀 勒狗时见狗不死 还往嘴里灌水 这些天上飞 地上跑 水里游的众生 他杀了很多很多 因为是长孙 爷爷奶奶都很宠爱他 养成了他霸道的性格 经常打群架 稍有不如意 举手就打 张口就骂 脏话不离口 骂人家父母和祖宗成了家常便饭 造了很重的口业 后来成了家 又有了家族企业 大哥的性格也没改 家里外面说一不二 没人敢违逆他 员工们没少受他气 看见他都躲着走 直到2007年 弟子和姐姐在卢江文化教育中心做义工 哥哥们去听了蔡老师的课 大哥的思想触动最大 回来后像换了一个人 这些年 在姐姐的带动下 我们在烟台的企业一直在推行弟子规 大哥的性情大有转变 不再打骂员工了 待人处事的态度也从以前的暴躁无理 逐渐变得平和宽容 兄弟姐妹有善举时 像印经 放生 资助贫困和病患等 他都能随喜 每当企业园区内塑造佛像 安装波晶设备时 他都要亲力亲为 弟子家在安山 父母墓地也在安山 大哥每次从烟台回来 必先去坟上拜祭父母 然后再办其他事 2013年 弟子的四嫂因病住院 大哥跪在佛前 为四嫂舍受五年 师父老人家说过 人是教得好的 好人恶人都能教好 人性本善 二离病 听闻佛法 相信英国 2014年年初 大哥在几家医院 确诊患了喉癌晚期 考虑到大哥特别习命 嫂子和侄女 特意嘱咐亲属 不能把真相告诉他 侄女婿是中医大夫 大哥的病一直采用中医保守疗法 时间紧迫 既要让大哥尽快接受佛法 又要顾及家人的感受 弟子在佛前发愿 仰求佛力加持 大哥若有寿 就让他好起来 从此能信佛念佛 若寿命已尽 弟子就尽心尽力 护持他往生 使大哥生死如己之生死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依教奉行 善巧方便 启发大哥能真信切愿 放下万元 念佛求往生 弟子先是领着大哥到海城大悲古寺 参加三十信念法会 又多次召集联友送地藏经 他自己前前后后也送了一百多部 大哥送地藏经时 要是感到自己信念不专 就从头再来 他经常说 地藏菩萨太辛苦了 我要是能成佛 一定去帮地藏菩萨忙 弟子又让他听了定红法师讲的感应篇绘编 知道因果后 因为特别怕下地狱 大哥从此戒杀放生 发心吃素 并戒了烟酒 再也不敢骂人了 由于不了解自己的实际病情 大哥诵经念佛 还是一心求病好 不愿求生西方 弟子开始让他读《无量寿经》 听定红法师讲的四十八愿 看贤公脑壳上的光碟 每天定刻佛号 又让他对自己造的杀业 口业做忏悔 弟子每次向大哥介绍佛法 都困难重重 他对自己的病情很敏感 交流时深不得浅不得 经常被他一口回绝 想起老法师说过 过去人都是跪着接法 现在要跪着给人送法 我遇到的这点障碍算什么 弟子就一次次鼓起勇气 抓住他求病好的心理 把握尺度 耐心规劝 直到他最终接受 到六月份 他说话只能从嗓子眼发声 想到大哥身后是尚未安排 弟子拿我们和儿女的四种缘分 老人应当如何向子女交代后世的视频给他看 又发动先生姐姐和哥嫂们立好遗嘱 读给他听 并给他讲生命无常 让他提早做准备 他接受了建议 处理好财产 哥嫂和两个侄女都同意身后事按佛法办 大侄女家在安山 侄女婿定期给大哥配药熬药 悉心照料 大哥在安山治疗时 一直住在女儿家里 六月中旬的一天 连友们要在弟子家中给大哥送地藏经 大哥早早的就来了 心有余悸地给弟子讲他半夜做的梦 他坐在牛和马拉的一辆满载物品的车上 到一个地方去送还 走到半路时 牛和马不肯走了 接着他发现自己跪在一个大殿上 在中间桌案的后面 坐着一个管事的人 从大殿两旁涌出来好多众生 一看都是被他杀害的 另头儿的 是个无头老妇人 是他曾经伤害过的一个人的母亲 这些众生聚在桌案前向管事的告状 要大哥偿还命债 一群群的众生还围过来 往殿下拉他 打他 吓得他死死抱住桌脚 跪在地上不住的磕头认错求饶 他不停地说 我认账 我就是来还账的 这时管事的替他讲情 他还有点忏悔心 还有救 你们暂且放了他 大哥讲完 让弟子看他被打的地方 说醒后还一直疼 弟子告诉他 你这是地狱向献钱 众生来锁命 判官慈悲给你讲情 众生慈悲提醒你 又给你一段时间 你不真心忏悔 不真学佛 你肯定要过这一关 之后 大哥有半个月时间起不来床 发烧 发烧便秘 吃不下饭 整天魂不守舍的 弟子拜佛求佛 开始不间断地为哥哥放生 六月末 弟子只身去寺院 为大哥身上的众生做佛事 超度他们 回来后 大哥一见到弟子就说 小妹呀 我能吃饭了 好像会儿回来了 弟子见他状态好转 开始给他讲六道轮回和西方圣经 让他看有关网生的视频 韩心童往生 刘老师姐夫往生 周广大居士往生等等 他常说 小妹呀 这些歌都信 我又不是癌症 等我真的不行了 我一定会跟佛走 看到莲花我就跳上去 他一拍桌子 我要一鸣惊人 三 舍抱 心愿不足 进入中阴 因为不了解自己的病情 大哥执意要回烟台家里看看 想拿些衣物再返回来 七月下旬 大哥最后一次回烟台 没想到病情加重 他因呼吸困难 被家人送到医院 住院当晚 他看到很多半米高的小人 叽叽喳喳地说 要折腾死他 第二天 大夫建议大哥开刀割喉管 他吓得立即出院回家 弟子文讯赶到烟台 见他一到晚上就不认人 经常窒息 嫂子看见有两只大手 掐大哥脖子 吓得他整宿抱着大砍刀睡觉 问嫂子才说 这种情况有一个月了 弟子知道大哥时日不多 考虑到烟台不具备助念的条件 在得到先生和儿子的支持后 弟子做通了哥嫂和侄女的工作 准备把大哥接到安山弟子家中 安山烟台两地的医院 怕出危险 都不肯出救护车 弟子求佛加持 又与大哥身上的众生沟通后 由三哥开着商务车 将座位放倒 配上氧气机 从烟台上船到大连 再开车到安山 大家一路念佛 于9月3日上午 平安地把大哥接到弟子家中 第二天 弟子召集联友送地藏经 又为大哥及他身上的众生放生 可大哥还是安定不下来 念不了佛 为了让大哥尽快安下心来念佛 弟子拜佛求佛后 找大哥谈话 让他为那些被他打骂过的众生的祖先们 和嫂子的祖先立牌位 并忏悔发愿做功德 开始大哥不认账 骂人还算 那有什么好忏悔的 我凭什么给别人祖宗立牌位 弟子就耐心地给他讲道理 起心动念都有因果 何况你骂人家祖宗呢 那都有报应 要下跋舌地狱的 他终于肯接受 自己发心给这些祖先们 在金山寺立了牌位 又放声回向 在佛前做了忏悔发愿 之后 他睡了几天好觉 身上也轻松多了 弟子抓紧时机 白天晚上带动他念佛 他常说 小妹啊 念佛的感觉真好 有时弟子问他话 他就说 我念佛呢 别打断我 大哥舍抱前一星期 嫂子和侄女终于同意弟子把真相告诉他 但是大哥不肯面对 还是一心想求病好 弟子就告诉他 灵魂没有生死 往生西方是活着去的 不舍掉现在这个身体就换不了阿弥陀佛的今身 念佛跟佛走才是唯一出路 否则 以你今生造的恶业 只能下地狱 他就说 像我这样作恶多端的人 怎么能成佛 往生的人不是一万个里才有那么几个吗 弟子鼓励他 那不一定 佛说众生皆可成佛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第二十一愿 悔过得生愿 佛救的就是你这样的众生 阿蛇是王 杀父 求母 临终一念忏悔 人家尚品终生 张善和一生杀牛 临终遇到善缘 他制成念佛 当下佛就把他接走了 只要你能真诚忏悔 又愿意跟佛去西方 放下眼前的一切 放下自己的身体 你多结的善根福德 加上欲缘不同 你就能成佛 你成就了 更能度人 绝不要小看了自己 在大哥生命的最后几天 白天依旧能下地活动 一到了晚上就整宿不睡觉 床上地下不停的折腾 弟子知道他真诚心没发出来 忏悔力度不够 所以众生不肯轻易放过他 弟子再次拜佛求佛 9月19日晚上 舍报前一天 弟子把佛前的拜殿拿走 直接在地板上扣响头 痛哭流涕地带大哥忏悔 求佛把弟子的寿命给哥二十年 让他活着 弟子带他走 替他还命债 直到弟子把额头磕出了鸡蛋大的包 大哥的真心才被激发出来 他一下子跪倒在地 不住地磕响头 打自己嘴巴 垂着胸脯 哭着向众生说 对不起 我错了 求众生原谅他 大哥年轻时 曾做过对不起嫂子的事 还经常打骂嫂子 他又向嫂子忏悔 最后大哥同意 把身后做功德的善款 提前拿出来 适逢第二天 上午下到法师 来辽宁盘锦 做山石信念法师 当晚我们写好了牌位 下半夜时 大哥在床上 地下来回地折腾 一会儿热 一会儿冷 弟子就问他疼不疼 他说不疼 只是闹心难受 他一再催促姐姐快点去盘锦 二十日早上四时 姐姐起乡 与众生沟通 起请后 带着牌位去了法会现场 姐姐走后 大哥渐渐平稳下来 他摸着佛像对嫂子说 这回我要走了 早上六十多 大哥已经说不出话来 扫兹福他去了趟洗手间 回来吃了一口饭 接着开始淌口水 他在纸上写下 累了歇一歇 就躺倒了 弟子知道他已到临终时刻 就一面提醒他念佛 一面通知附近的莲友赶过来 八十多 大哥出现倒气状态 莲友们布置好现场 开始助念 九十多 大哥自己坐起来一次 看到莲友们在念佛 急得直摆手 示意弟子不要念了 他还没到走的时候 弟子上去安抚他 他重新躺了下来 九十五十五分 在莲友们平稳的佛号声中 大哥安详舍抱 五十多位莲友分班 助念了四十多个小时后 八零 尽管二十四小时穿衣服时 大哥面色安详 身体柔软 无任何变会 但是弟子知道 他在助念现场并没有往生 因为大哥始终没放下亲情和自己的身体 四 往生 众生皆可成佛 放下便是 大哥生前 弟子曾跟他讲过 中阴身险恶 一定要活着走 万不得已进入中阴身 一定要听小妹话 喊你名字 你就跟我走 我带你到庆云海岛金山寺念佛 参加三十信念法会 到时候 你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 九月二十四日晚 弟子和嫂子在佛堂起乡 招请大哥的亡灵 随我们去金山寺 每到一地 弟子就喊大哥名字 提醒他别乱跑 二十五日 中午到达金山寺 弟子先带着大哥拜山门 和金山寺的护法善神 之后来到大殿拜佛求佛 弟子发心每个妻为大哥做供养 挂单后 弟子来到排位室 向师父讲明来意 恳请师父为弟子安排佛妻 适逢秋收 师父和常住们 大部分都下地干活去了 念佛人不多 师父得知弟子是为送哥哥往生 非常慈悲 特意抽上来二十一人 又腾出二楼念佛堂 专为我们静修念佛用 我们静修班的作习时间是 三十半至六时参加大众早课 七十至十一时进念佛堂念佛 中间有两个小时听大经科注 下午一时半至五十半还是念佛 晚上六时半至九时 师父领着四众弟子 做一时细念法会 逢六灾日是三时细念法会 弟子在佛前发愿 为哥哥以及金山寺的一切有缘众生 精进念佛 大哥的每个期 弟子发心念昼夜 齐请委托菩萨护持弟子 二十五日当晚 嫂子梦见大哥在他对面盘腿打坐 弟子知道哥哥已经跟来了 九月二十六日大哥头七 弟子特意嘱咐嫂子 绝不能动念干扰他 要劝他把你放下 念佛跟佛走 让他在西方等你 嫂子去摘堂做义工 弟子带大哥进念佛堂念佛 弟子给大哥开示 送喜动 你一定要听话 我念佛 你念佛 我听经 你听经 我休息了 你继续回念佛堂念佛 又反复跟他讲六道苦 西方圣 并一遍遍求佛慈悲 接引哥哥 念佛堂堂主请示师父后 允许弟子在哥哥的每个期念昼夜 当晚 念到下半夜二十止静时 看见哥哥坐在对面 弟子知道他在跟弟子念佛呢 接下来的日子 弟子坚持每天早中晚 对大哥三至五次开示 拜佛三百拜 日刻八九万生佛号 10月3日 大哥二期 弟子与大哥沟通时 刚柔并济 告诉他要赶紧放下 把握住机会跟佛走 绕佛时听见大哥在弟子耳边说 我才学几天 我就够努力的了 马上快到三期了 哥哥还没有走 弟子心里有些着急 因为弟子的婆婆去年往生 她是二期时在信念法会现场走的 走后给先生和连友都来了信 弟子真心求佛菩萨加持 求祖宗庇佑 希望能够连续三天做三十信念法事 弟子把身上仅有的钱拿出来 用于农历九月十九日 观音菩萨出家日 供佛摘僧 为哥哥做功德 第二天黑板写出通知 农历九月十五十六十七日 三天三十信念法事 十八日晚到十九日晚 昼夜念观音圣号 真是人有善愿 天必从之 感恩三宝加持 感恩护法善神慈悲 十月十日 农历九月十七 大哥三期 在座三十信念时 弟子两次看见大哥在空中盘腿打坐 双手合十 向弟子微笑 因为没看见莲花座 弟子流泪了 一时心急就埋怨他 怎么还不走呢 弟子心里起念了 十月十一日中午 农历九月十八 一位学长有急事打电话让嫂子找到弟子 了解到弟子当下的心态后 劝弟子 一定要定住 送佛送到西 你怎么知道大哥走不了 四十九天不是还没到吗 弟子顿生惭愧 就安排连有祭钱和入冬的衣物 而后来到念佛堂 跪在佛前痛哭忏悔 哥哥正是最关键最无助的时候 需要有人推他一把 我怎么能心服气躁 想起丁家丽老师的母亲说的话 你念好佛了吗 我念砖他才砖 我愿奸他才奸 就下定决心继续护持大哥 直到他往生 弟子安下心后回到念佛堂 声泪俱下的劝导大哥 宋喜栋 你为什么没活着走 是你放不下自己的身体 现在你也看到了 你的甲壳已经化成灰 装在那个小匣子里了 你放也得放 不放也得放 四十九天一到 你就要随夜受报 一切就由不得你了 你读过地藏经 知道地狱苦 也听过感应篇 懂得因果报应 你不跟佛走 就只能下地狱 受无量劫的苦 连鬼道你都去不了 前两天 我带你听经时 你不也听到了 李世民为什么下地狱 一是他造的沙业 二是他放不下长孙皇后 一代明君 不照样要受地狱果报吗 所以嫂子和两个侄女 你也得放下 你成佛了 就有能力回来照顾他们 宋喜栋 你别以为现在没有身体的挂碍 飘来飘去挺自在 还能跟我在道场念佛听经 你不赶紧跟佛走 七七一道 小妹儿再有天大的本事 也帮不了你 极乐世界那么好 你生前发过愿 你成佛了要度像你一样的人 你要救度那些被你杀过的众生 你一定要做老宋家第一尊佛 无论你从前做过什么对不起祖宗的事 只要你能一念觉醒 放下万元 往生成佛 你就是世出世间第一大孝子 就能光宗要祖 哥呀 你一定要把过去的狠劲拿出来 哥 你一定行 劝导后 弟子接着念佛 下午四点左右绕佛时 听到大哥的声音在耳边说 我走了 弟子瞬间泪如雨下 心里对哥哥说 哥 你不圆满 你也没说到哪儿去 我怎么向家人交代 我相信你往生了 你能不能告诉别人说你去哪儿了 弟子把此事埋在心里继续念佛 10月12日早晨 农历9月19日 和弟子一起护持大哥的一位联友来电话说 凌晨梦中有三个人告诉他大哥走了 往生了 还说衣服不用系了 宋老师过几天就回去了 弟子放下电话 再次回到念佛堂和大哥沟通 如果你真往生了 就让我在四期内听不到也看不到你 否则我继续护持你到49天 接下来的几天 没有任何反应 弟子就把这几天的真实情况告知嫂子 让嫂子在佛前发愿 为哥发心吃肠素 每天坚持念佛 嫂子答应了 并愿意留下来待到49天 姐姐五期前也赶到了金山寺 于是弟子返回了安山 地藏经说 七七日内广造众善 老法师说过 广造众善 在一切善法里 以诵经念佛回向为主 如果有能力将亡者 遗留下来的财物广行不失 那福报就更大了 所以弟子临去金山寺前 就把大哥生前交给弟子的善款 还有兄弟姊妹 为大哥发心的善款安排妥当 斯利兰卡捐资助学 正法道场 供佛摘僧 流通法宝 供养佛像 大量放生 又安排两个侄女和联友们 每个期在家给大哥读一部 无量寿经 念佛号一万声 不写牌位 不招请亡灵 只是给大哥回向 弟子回家后 领着联友和家人 接着做了五期 六期 七期 十月二十五日夜里 五期第二天 弟子在梦中 听见大哥的声音说 我福报已够 不要再为我花钱了 我走了 我有位置了 十一月七日 大哥七期 联友们做分享时 有两人闻到奇异的香气 十一月十三日 天亮时分 弟子的四哥在似水飞睡间 见到大哥身穿海青 盘腿坐在一紫色戴金边的莲花座上 脸色庄严白净 看上去像三十岁左右的年纪 手结弥陀印 眼帘下垂在念佛 身后是蓝色的天空 一个声音飘过来说 可好了 刘素云老师说 众生皆可成佛 放下便是 五 总结 一 因果 大哥不仅患了喉癌 早在2003年 他就查出患有骨髓空洞 这个病的症状是双手静卵 无法伸直 吃饭用不了筷子 只能用叉子和羹齿 这两种病皆是他杀生害命 打骂众生的果报 大哥生命后期 不能发声 呼吸困难 一口一口吐血痰 真是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如影随形 自作自受 二 如何护持家人往生 第一 发心很重要 要是家人生死 如己之生死 无论遇到什么障缘 都不要轻易放弃 一切信佛 靠佛 佛就能加持我们 从大哥生病 直到往生 近十个月里 弟子只要有一个环节退心 都不能走到今天 第二 家人对我们学佛要认可 要听老法师话 扎好三个根 敦伦敬奋 演好自己的角色 把经教落实在生活中 自己先做到 才能感化家人 在潜移默化中 把佛法的理念 灌输给家人 这样一旦机缘成熟 家人就能接受 并配合我们 三 为什么没活着走 大哥生前 对于了生托死的真相 没有深刻认知 直到他生命后期 都放不下 安逸的生活 放不下色身 贪生怕死 他诵经 念佛放生做功德 都只为病好 一念之差 导致他临终 生不起正念 信不真 怨不切 最终没能把握住 活着生息的机会 印证了印族所说 凡夫若无信愿赶佛 纵修其余一切盛行 并持明盛行 以不能往生 是以信愿最为要紧 四 何以中阴身能往生 老法师曾经说过 人断气之后 四十九天的祝念非常重要 中阴身可以往生 还是要自己素食有善根 这一生遇到善缘 如果亡人在生前是念佛人 是明白佛法的人 过世后听到诵经 能提醒他念佛求生净土 亡人念佛就决定得生 一切超度佛事 是为亡者做增上缘 大哥生前 有听经念佛的基础 虽然一念之差 没能活着走 但是他有 我真的不行了 就一定跟佛走的愿力 在中阴身 他一直有善缘提醒 并带动他念佛 他自己又肯放下 十念乃至一念就能往生 五 自己生死自己了 我等凡夫 切不可有侥幸心理 将自己的生死大事 交由他人 因为我们看不透 家亲眷属都是什么因缘来的 刘素卿老菩萨 欲知实质 又有刘老师亲自护持 都那样一波三折 胡爸爸能往生 老法师说 你要有胡晓琳这样的儿子 赶来刘老师这样殊胜的法缘才行 所以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听老法师的话 扎好三个根 学习贤功老和尚 在生活中落实 一句佛号不拐弯 自己获得往生把握 才能自度度度人 当生成就 报佛恩 施恩 父母恩 一切有缘众生恩 感恩师父老人家的尊尊教导 使弟子能深信净土法门 深信弥陀愿力和一句佛号的不可思议 弟子仅此借用刘老师的话 用一生成佛来供养师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